出什么事了 公安局的那个吴征 也许发现了我们的电台 吴征 对 怎么会这样 他今天来家里 非说要带雨晗走 雨晗让他到我们的房间 来找一个箱子 我想就在那个时候 他应该有机会发现我们的电台 如果真的是这样 程翔可能随时会找机会试探 你要想好对应的说辞 何耀啊 这段时间 他们很可能来监听我们的 附近无线电波 电台可能不能再用了 等会你就回避江总 向总部报告 申请一段时间的无线电进入 好 安三八可是高级设备 美国一年前研制的 它收频率广 征收率高 而且外接话筒 可以直接通话 那什么样的单位 现在能用到这样的电台 那只有国民党的高级军事和情报机构 才可能去配备呢 红十字会有这个可能吗 主任 红十字会倒是可能给战地医疗队配备电台 但这么先进的不太可能 除非是美国赠送的 是这样 我们有些同志 在执行任务的时候呢 会受伤 我想局里啊 应该常备一些药品 这样他们用起来 就会方便一些 这也太好了 这也好 你呢 给博洋医院的宋医生打一个电话 让他帮忙准备一些药品 然后派人去拿 是 要不然我还是别去了 那个刚跟他们家脑岸变的 要不然你让涛文静给他打 再说了 你跟宋医生那么熟 你为啥不给他打呀 工作问题 你哪那么多为什么 叫你去你就去 明白吗 我明白了 我下午就去取药去 谁让你取药了 我让你去打电话 我让你取药了吗 我知道 检查写完了吗 我检查写完了 我一直带着呢 好 好 好 怎么样 写得不错吧 错字太多 从一写 是